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晨早新闻报道 今天是9月11日星期三, 现在的气温是29度 天文台预测, 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 局部地区有骤雨 日间酷热, 市区最高的气温是33度 酷热天气警告已经是今天早上的6点45分发出 看一看新闻, TVB处境剧《爱回家》当中 饰演接龙集团保安员的新宿甘草演员李海珊 昨天经传死讯, 因为皮肤生毒瘡 导致背脊潰烂引发了细菌感染 在9日医院病逝, 中年83岁 李海珊纵横了影坛超过半个世纪 识检过无数的角色 不过在入行之前, 原来李海珊不单只是爆肌的健美先生 即是很多肌肉的健美先生 就不要说见到他现在认识保安, 好像滥滥瘦瘦瘦 人家以前是那些真是全身挂肌肉的人 还有更加就是一个永春的高手 其实都是叫做在《爱回家》 大概大半年没见他 然后好像是说年头那时听到 TVB就没再跟他续约了 想不到不够一年就突然之间传出死讯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网上就封传两段的争执影片 可以见到一名的白衣眼镜蓝 就在洛马州的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巴士站 怀疑被人打尖 所以大家就在那儿用手机拍片吵架 然后骂下骂下的时候就更加在那儿推开铁栏 还有也都骂警察就说 你刚才不跟我解释 你现在要拦我在那儿 更加一度是跟警员糾纏的 警方就表示 事发就在9号下午 案件最终就列了糾纷案处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政府就在昨日深夜 不止明就着书息宝那件事 说会高度关注 成立跨部门专责小组 务求尽快处理有关案件 海关和警方分别就着商品说明条例 去看看有没有牵涉刑事罪行作重点调查 如果发现有诈骗和虚假陈述 会采取执法行动 之前又说什么湾仔店重开 但是最后都没了回事 还有书息宝件事就越闹越大 因为之前就说消委会接获投诉 金额都是去到千多万 但是消委会那边就在昨天就表示 收到1725宗的投诉 涉款额就去到6千万 总之越来越多人出事 根本就是说一开始 那些人可能未看新闻 未知道 但是最后就发现 原来人数越来越多 政府没办法坐视不理 还有政府发卖稿的话 这些一定会认真做 不知道书息宝的创办夫妇 是不是已经搭了飞机走路 另外书息宝结业 教练很大程度上都会被视为共犯 因为他们是有帮手推销 亦都有拿用金 现在有很多健身教练出来 就立刻割席 就说不知情 报警 担心被视为共犯 然后教练都说 大家不要看我们这样 我们都是苦主 我们都是完全不知情 到时看警方会怎么做 会不会又去拉书息宝夫妇 然后再拉健身教练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天皇刘德华正在举行 今天is the day的巡回演唱会 在8号在深圳开场 自刘德华举行演唱的时候 每一场都有小意外 计之前就差点点从高台跌下来之后 日前在深圳演唱会也有意外 刘德华一路走一路走的时候 踩空脚跌了下台 在场的观众都目击整个过程 幸好刘德华只跌了一点 跌不完 最后也有扶起身 但是 刘德华是明显有受伤的 也不是很伤 但是 还能够继续做到演唱会 这个就真的不知道了 还有刘德华也是为华为那部三接手机代言 现在这部华为三接手机的价钱就公布了 卖19,999元 还有正常来说 刘德华是应该要出现在发布会了 给那么多钱请你代言 但是 刘德华自从在深圳扑一扑之后 他都只是说能够以视像的形式出席这个会 还要是说 是用提早录布的方式就出现在这个华为三接手机发布会 所以一定是看到就是说 其实刘德华这些是绝对影响了他的工作的 好似说什么刘德华犯太岁还是不知怎样 所以今年就特别多意外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大红猫盈盈的一对龙凤胎BB 就在14日星期六的时候 就将会满月 海洋公园就在昨日在社交平台预告就说 会在满月前夕去派猪脚姜草 合共会送出815张 不知道普通人有没有机会拿得到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一个由内地来港的江西六日团 就在昨日在九龙城道行中标店的期间 多名的团友就上吐下舍 至少有11个人送丸 这个团之前在9号就在土瓜环两间食市用线 其中一间也是专为接代旅游团的金港会 曾经是进食过龙虾等等的海产 有团友 由昨日夜晚开始就开始呕吐肚痛 旅游事务局就十分关注这件事 还有这个金港会也是被政府劳力停业的 总之大家就呕吐到傻了 也都是很不舒服 估不到搞了这些什么 还有是令到政府派出了很多架的救护车 所以就现场戒备 这一件事大事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大家都知道国足就被日本炒了7比0 但是比赛仍然就需要继续 国足对战沙特 由于国足的表现 所以是搞到港台32台 就算拿了个专营权独家播放也好 唯独是中国对沙特都没有播出来 是要去到上半场结束 接着直播网站才播出来 因为担心如果国足输太难看 接着又被太多人看到的话 担心球员有胜命危险 还有最后国足当然输了 因为如果赢球就上了头板 对不对 不过今次就不是说输得这么肉酸 就叫做输2比1 对吧 不过我想国家都需要集体去整顿 就不能够再被这帮人去为国丢架 下一单新闻 食物环境卫生安全中心 就在昨日公布了 一只进口的奥地利品牌的 士多啤梨酱 写着比较复杂的名字 总之就说这些果酱含有煤菌 食安中心就已经下令停止出售了 如果各位有吃开一些果酱的话 建议自行上网查询 下一单新闻 联合医院重建项目工程地盘外面 9号有30多名外劳示威 就说管理公司抽他水 更加考纳明目就和他们收取不同的费用 例如水电费 车费 卫生费 去到昨日晚上 工会就在社交平台撰文就说 当日有份在抗议的外劳 当日即晚就被人炒了 不过发展局也表示 已经介入了 已经沟通了 僱主就澄清是不会去炒这一帮外劳的 唉 其实现在就惨了 原本以为外劳是会有政府看着嘛 外劳你都敢动 连香港政府都不放在眼内 但是猜不到就是说 华智你香港政府外劳 要拿你着素就拿你着素了 谁敢出声就炒了谁 猜不到这件事就恶到这样了 不过现在 发展局政府介入了的时候 希望这件事有转机 还有 有些外劳他们会觉得 借我来香港找三万多一个月 然后寄回家乡有时间 但是猜不到就是说 被人抽水 抽抽买卖都可能没什么剩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中秋章志 港铁公司在昨日公布 下周二的中秋节 当日17号 就将会加强铁路服务 所有的本地路线 不包括机场快线那些 总共就会去增加520班的航班 总之那些比较特别的路线 就不会加班 但是正常的那些 红色线 绿色线 蓝色线 那些都会加班 会通宵行驶 方便大家就可以夜缤分出去玩的 好了 下一单新闻 2022年有香港人就怀疑身陷求职陷阱 遭到买猪仔去到东南亚 事后就多人被捕 其中有两名男子就被控欺诈罪 那他们原定就在10号 在区域法院那里答辩 但是法官林伟权就对于其中一名被告的案情 就感到关注 要求押后处理 而另外同案的另一个被告 就在其他另外一中 牵涉到出售游戏币和玩具的案件当中 承认洗黑钱超过698万 法官就将案件押后去到10月23日再信 两名被告是需要还押的 总之这些人就骗骗骗骗了 其实端鼓应该都要坐回5年6年了 因为你这个其实是跟拐子佬差不多的行为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海关在昨日就公布了 发电一款轻黏土的玩具包装的塑料 膜厚度就少于0.038毫米 如果小朋友将这些膜覆盖在面部 或者会造成窒息 最后海关就采取了行动 检获了184件的轻黏土玩具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周恒彤就着女囚犯 夏天不能够穿短褲去提出复核 高等法院的法官就批出了复核的许可 到其时不知道囚犯会不会变成全世界都要穿长褲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一个自称有碩士学位的毛业漢 在今年4月硬闯高等法院的职员通道 并且去到法官林云浩的办公室前面 遭到保安员即时驱港 但是都伤了两个保安员 这个人早前被裁定 侵入公职人员物业和襲击商人等三项罪成 他被捕后曾经承认想襲击一名法官 精神科医生认为被告有妄想症 建议判他医院令 但是被告就不同意报告 不过局官也是觉得 是啊 他有病 判了他医院令三个月 如果将来那只河马乱攻击人 常常又觉得他是我黑粉 我很多黑粉 可能他需要判入医院令三个月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中秋节人月两团圆 相信不少香港人 已经准备在周末和家人聚首一堂 不过自从通关之后 每逢大时大节也掀起了不上热潮 餐饮业联会会长王家和 预料今年中秋整体市道 会较去年跌10-15% 认为受到香港经济不景 香港人不想消费 以及内地旅客数量未恢复 去到疫情前的水平三度夹击所导致 不过有些酒楼 林敦大酒楼透露 在今个星期六十四日的订座已经爆门 但是星期日较为冷清 估计有不少家庭 是计划星期日不上游换有关的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廉政公署昨日公布 在9日落案起诉 北角百福花园前保安主管 涉嫌从四名下属保安员收贵合共一万元 在偏奸的时候 偏向他们去一些有额外津贴的奸份 部分下属后来就拒绝 怀疑被暂停配的特别奸 即是有人不愿意再付钱的时候 偏向一些最垃圾又辛苦 然后钱又少的奸 最后人家就报连柱了 到最后被告就获准保释 需要在今天就在东区裁判法院那里 就进行答辩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中秋节章志在湾仔的太原街 立了30年的日星玩具 亦迎来最后一个中秋节 将会在最月18日之后 就光荣结业 员工王小姐就表示 今年的销程就和去年相约 但是都多了熟客回来 大金与灯笼也都已经卖光了 他就说有几个客人是买灯笼寄给海外的朋友 等些美国好友的儿子就认识一下中国传统灯笼的模样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曾经是香港人旅游台湾必卖的手信之一 叫做阿蜜蛋糕 位于港铁香港站的最后一间门市 将会在14日就结束营业 店员回复记者查询就说 结业就是因为租约期满 未来会不会在香港找其他铺位去开呢 仍然是属于未知之数 也都意味着这个品牌就将会撤出香港的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苹果公司就在昨天凌晨 推出了iPhone 16 距离正式开售就还有10天 有记者就去到仙达公司那里 看看有没有人会卖iPhone那些东西 部分的店铺暂时就指了 未接获iPhone 16的订单 就是会不会有人跟他说 订部iPhone 16 出了之后四五日六七日 一两个星期之后过去拿货 不过其实现在就已经少了很多炒卖的了 仙达的店铺都在说 炒卖的热潮应该比较难 就再好似以前那种辉煌的时刻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英甲球会八名项的前班主杨家成 因为清洗7.2亿的黑钱被判囚6年 法庭在2018年颁令充公他3.38亿的资产 并且必须要在一年内支付 如果不是就要坐牢 但是因为疫情等等的原因 所以他就获准了延期还款 充公令就下达至今就已经6年了 他就只是抓了1亿左右 然后杨家成就在今年的7月 再次向律政司就表示 他就未能还款 案件就在昨日在高等法院处理 控方就说 阳山正在出售山顶豪宅 准备先支付1,330万 所以就同意再度延期 当时的充公令就说 如果一年里面未抓完3亿条数 就要坐牢10年了 但是现在市隔6年只抓了1亿 但是他还未有事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位于上环王后街的熟食市场 是政府街市现代化计划之下 首个优化的项目 将会在12号正式服务 到期时就会有11个熟食摊档 以及提供超过200个座位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湾仔就发生了斩人案 消息就说 在今日凌晨2点 在洛克道那边的一间小食店 店铺里面一名女职员走出店外吸烟的时候 最后有两名的兇徒就走近 其中一个人还要是手绑牛肉刀向女工施杀 即是说 有块布将手和牛肉刀捆住 然后去施杀人 到最后人家被人斩伤 两名的兇徒就坐的士逃走 警方正在追查他们的下落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香港国际机场就发生了涉及乘客 粗鲁对待机组人员事件 甚至乎是惊动警方加入调查 据了解 一名70岁的乘客 在起飞之前就要求空中服务员 提供酒精饮品 被拒绝之后就引发了那些冲突 到最后 铁机就驗了三个小时才起飞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表示 深水堡的警员就在9月10日 在下午区内就展开了打击非法街头赌博行动 行动当中 人员就在八田村拘捕了10名本地男子 年龄就介乎55至80岁 涉嫌在赌场以外的地方进行赌博 被人拘捕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关于前日在上环戈富街的信警楼断命火警 有记者在昨日就重返现场 发现大厦梯间的灭火桶 华尔过期未检查 街坊也直言防火门经常被人打开 消防在晚上回复就说 根据记录 在今个月初就有向大厦业主发信 必须要提醒去改善消防设备 但是去到火警之后 都发现这些东西过期了 所以消防就表示 将会就着有关的情况 採取行动 因为毕竟这一场火到最后 是导致到一个长者身亡 所以你那些不过期不过关那些一定会拿正去做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浪马周在昨日下午就发生了惊险工业意外 近着下湾村附近的河套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地盘 有吊臂截断了 5名工人被堕下硬物击伤 警方表示 事发时 吊臂正在吊起一件2吨重的石屎 期间吊臂怀疑突然之间截断 截断的部分由20米高堕下至去到地盘天台 当时身处于天台的5名男工人 怀疑被堕下硬物击伤 据了解 5名男工人年龄分别是18至51岁 其中一个42岁姓朱的男工人 盘骨骨折被送往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救治 另外4个人分别是手、脚和腰背拆伤 被送往北区医院治理 好了,下一单新闻 海关一年两天在9号和10号分别征破了 旅客犯毒案 合共减获了一千万货 包括10公斤冰、10公斤陆安酮 还有些摇头 总之就抓人 其中一个28岁本地无业男子 从法国巴黎底港 另外一个在海关监控的抵送行动中被拘捕的52岁司机 另外一个人就是从马来西亚底港的20岁本地男学生 总之被人捉了 好了,下一单新闻 深水埗警察又在南田打击街头赌博 拘捕了4名男女 最老的82岁 一男三女 50岁到82岁 好了,下一单新闻 深水埗警察在昨日进行反药物行动 行动当中 人员在福华街近南昌街折查一名可疑男子 并且在他身上检获55克非法药物 市值4万元 最后被人拉走了 好了,下一单新闻 警方在8日傍晚6点在浅水湾展开反爆舌行动 行动当中 警员折查了一名可疑男子 并且根据保安通报的资讯 尋获另外一名可疑男子 两人分别陪陪在私家车旁边 躲在山边 身上各自配备一部便攜式摄录机 其后警方发现他们想爆隔踩线 然后在他们的车上手都有非法药物 所以那两名涉案 而且还要有黑社会背景的人 被人因为五宗罪便被拘捕了 这些起码都坐回三四年 你又想着爆隔 你还要被人断正的车里面有非法药物 然后又有油荡,诸如此类那些 下一单新闻 香港水警和海关在香港仔进行反走私 检获了760公斤的红木 不过涉事的14名男子 最后坐上快艇 最后逃去无中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的早上8点 警方接报 一名女子抱着两个月大的婴儿 去到油麻地窝打路到九龙华隐书院的天台危险位置 警员接报到场 消防也开气盏戒备 并且进行游说 在晚上9点20分左右 女子态度软化 返回安全位置 为什么一个人 会去到一家学校做这些事呢 因为这个人 就是九龙华隐书院工程物料供应商 怀疑被判头拖欠了53万 所以迫于无奈才要去做这些事情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国际新闻 其实今天 应该就是今天早上9点 特朗普和何锦丽进行首次辩论 美国媒体在昨天公布民调 就说 有七成的受访者将会观看全程辩论 另外有23%的民众就说 不会观看直播 但是都会密切关注有关辩论的报道 可能会有半集河马 半集直播 去和大家看一下都没顶 因为这个正经事 我又不是这么想miss了它 错过了它 虽然我知道观看数一定少 不过就是看一下 待会情况如何安排 因为最近河马的小动作又多 刘定肩的小动作又多 搞到在话题上很难取写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俄卫网在9月10日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参加了一个叫做北部联合2024的军演 我吧 两国的海军约就会在飞得大帝湾会合 Turkey 羅斯的發言人表示,普京在10日通過視像觀看軍演的開幕儀式。 最後一則新聞,香港政府在11日強烈譴責美國眾議院 假借所謂《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 誒毀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和抹黑香港人權狀況。 批評美國眾議院為求政治目的,歪曲事實,刻意攻擊香港, 違反了《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粗暴干預香港事務。 香港特區必須反駁和予以強烈譴責。 因為現在美國那邊經常說,不如關閉香港政府經貿辦那些地方。 這些擺明是阻止香港對外做生意,所以當然要發聲。 好吧,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我也知道我聲音的情況是相當差的。 只不過就是,其實已經有碗煲好的中藥, 我做完這集節目就會飲藥。 所以相信由下一集開始,我的狀況會變得更好。 好了,今集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見,就是這樣,拜拜!